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英文起讀 你喜不喜歡大鼓獎品?我非常喜歡 任何一個亞洲人在這個世界上發光發熱 我都覺得魚有榮焉,這是一種膚色的自豪 你說Oh my god, that's racist Well, so be it,那就這樣吧,我就是racist,怎麼樣 那 again,我還是強調一下,任何亞洲人 所以即便他是日本、韓國之類的 那他在這個西方社會發光發熱的時候,我都覺得超棒的 那你可能會說,那如果留在亞洲裡面呢,例如說 我們如果打那個亞洲盃或者是亞運或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是各位往裡面玩,我們幫台灣人加油啦,對吧 好,但是放在世界舞台上,任何亞洲國家 到了世界舞台,我都覺得很棒 所以,今天就要幫大鼓獎品做一點點這個 被欺負的這個內容,就是 他在MLB你知道就現在很厲害 結果呢,竟然被這個Steven A. Smith嘴了一下下 因為他英文不好,被嘴 我都覺得什麼鬼啊,OK? 那人家那麼厲害,你在那邊嫌一下英文不好 這根本是雞蛋裡挑骨頭 那還好就是說,這個人馬上知道他做了蠢事 所以他就道歉了 至於這個黑人,這個Steven A.是誰呢? Steven A. Smith 他基本上,就是美國版的 我們的糗爺 哈哈哈哈 那你可能不曉得糗爺是誰 這我記得他以前好像是聯合報系的裡面的一個 體育專欄的一個作家或者評論家 那他有時候也會在 我以前還會看未來的那個體育轉播的時候 他會上去一起做轉播 那我覺得他就是個笑柄而已 那可能我覺得 我覺得他大概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笑柄這件事 不過他沒差,因為 有的時候就是我們需要這樣的人 來炒新聞 然後被人家罵他很笨 可是沒差,反正他有錢拿就好了 我個人認為這都是媒體的陰謀啦 所以他真的這麼笨嗎?說不定不是 那總之,可是媒體需要他來當一個壞人 所以在這種 像現在這個ESPN啊或者是 他有其他台嗎?算了,我們就講ESPN好了 他們就會找Steven A. Smith跟另外一個家夥 他好像叫做Max Keller吧 對,他們就在上面一定會 意見相持、相左的在那邊吵架 那這就很好看 所以很多觀眾就在看他們吵架 那你說他們兩個真的是意見有這麼不一樣嗎? 說不定並沒有,OK 好,來 其實好像我們講的糗爺 他不是最適合人選 他有一個叫做那個 Beyless的更是 好,我們先不扯這個 對不起 要不要剪掉,沒差啦 反正我在瞎聊 OK,所以 我來強調一下這個事件 的 再多補一點點背景給你聽 所以這個Steven A. Smith 他先說了 這個Otani 英文不好 很遺憾 他今天是個美國的代表性的職棒人物 但是英文這麼差,好可惜 那其實也就是變相嘴他英文不好嘛 結果他馬上知道犯了錯 所以他就issue了一個apology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的其實就是apology的部分 可是首先我們要聽他講這麼一小段 就是他最精華的那個 說他英文講不好的片段 所以先來看一下這裡 and I understand that baseball is an international sport itself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but when you talk about an audience gravitating to the tool or to the ballpark to actually watch you ok I don't think it helps that the number one face is a dude that needs an interpreter so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the hell he's singing ok 所以到這裡 然後他就被這個Max Keller 稍微打斷了一下一下 喔你講這樣子怎麼可以這樣 那我覺得他裡面剛剛講的一些英文 也值得來分析一下 對不起我剛剛調了一下銀兩齁 也值得分析一下一下 我們再試一次齁 對不起 他了解棒球是一個國際運動 怎麼樣怎麼樣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就是參與度來說 那所謂參與度就是 你知道他們美國職棒 有古巴球員 日本球員這些的啊 所以參與上來說的話 這已經是international sport Sure 當我們講到一個audience gravitating to the tube 不是to the tube 是youtube 所以觀眾來這個youtube上看你啦 或者就去這個ballpark看你 那這個ballpark 你知道就是 就是這個 就球場吧 ok 所以你的觀眾們到youtube上來看你 或者真的到球場去看你 這樣子的時候呢 去到球場去看你 OK 我沒想到可以幫助 那第一次的面子 是一個男人 需要一個人 所以你能明白 他在講英文 OK 他就覺得 這件事情是幫不上忙的 I don't think it helps 那什麼事情是沒有幫助的呢 就是現在的第一次的玩家 就是大骨香皮 the number one player dude right needs an interpreter 他需要一個口譯人員 你才能夠了解他說些什麼 他說些什麼 他認為這件事情是 對這個運動本身是 沒有什麼好處 幫不上忙的 ok 或許我翻成幫不上忙 是很奇怪的一個翻譯 but ok 所以他需要一個interpreter 就是口譯人員 他認為 一個number one face 就是這個 我們講的不是第一名的臉 但總之就是這個 看板人物 the number one face in the sport 需要一個interpreter 你才可以了解他說什麼 他就覺得這樣子 覺得很lousy 他覺得這樣很 很糟 ok 那 sure alright 但總之他道歉 所以我這邊稍微讀一下給你聽 我剛剛這影片大概可以關掉 來 alright 所以他說了 hours after critiquing shohei otani's use of an interpreter and unsuccessfully trying to explain them ESPN's Stephen A. Smith has issued an apology for his remarks 好 所以這好幾個小時 這幾個小時後 雖然道歉還蠻快的 ok 所以接下來在什麼東西呢 after critiquing 這critique就是有評論的意思 他比較沒有criticize這麼嚴重 但還是評論的意思 critiquing 他的這個 他使用interpreter這件事情 所以評論他使用interpreter這件事情 以及 所以 以及他並不成功的 試著解釋他的立場 你看 你剛剛聽了你也覺得解釋很爛 and unsuccessfully trying to explain them them是什麼東西呢 就他的這個評論這樣子 所以這個 Steven A. 已經issue了一個 apology for他的 remarks 所以 remarks的意思也就是他的言論 他的評論這樣子 所以他跟 comment or criticism 大概是類似一樣的意思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這個道歉的部分 因為 我總會覺得道歉文 其實常常能夠反映出一個人 他的文采 他的誠意 或之類的 而且在道歉文裡面 多半 就道歉文本身 多半大家都會把他寫得漂亮一點點 所以我們多半可以在裡面 學到一些不錯的好英文 那我們就來看 So let me apologize right now 現在就道歉 As I am watching things unfold Let me say that I never intended to offend any community particularly the Asian community OK 所以就當我看著這些事情 unfold unfold這個字我真的是 就是我在英文中 這個語言裡有很多字是 給我很有感覺的一些字 unfold這個字 雖然說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真的是給我很有感覺的一個字 fold你知道是折起來 fold 什麼是unfold unfold 所以隨著 所以他在看著這些 就是他的 講錯的言論現在開始 unfold OK 好我大概甚至不用中文跟你解釋 所以隨著他看著這些事情 unfold的時候 讓我來 在這個時候說一下 Let me say that I never intended to offend any community 他從來就沒有這個意圖 要來去冒犯任何的社群這樣子 特別是亞洲的社群 particularly the Asian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shohei Ohtani himself 特別他並沒有想要offend 就是大鼓香瓶 As an African American 開始打他自己的種族牌 所以 這個就叫做 play the race card 打什麼牌打什麼牌 打種族牌 在大選的時候 常有這回事 常聽到這個東西 所以身為一個 African American kingly aware of the damage stereotyping has done to many in this country 所以 中間這個插入的部分 所以身為一個非美國人 那很清楚的了解到 這個king就是很 很有知覺的 很觀察的 很有觀察力的 所以kingly aware of the damage 所以他知道 就是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這個傷害 the damage that stereotyping has done to many in this country 好 so it should have elevated my sensitivity is even more 所以身為一個黑人美國人 那見識到 剛剛講的這個stereotype 能造成的damage呢 那 這樣子的知覺 就應該要能夠來提升 我的敏感度到更高的一個層級 結果並沒有 所以我道歉 ok so it should have 這邊又講到一個假設語氣了 跟我們講昨天假設語氣 它應該要有去提升我的sensitivity 可是卻沒有 所以 因為沒有 但應該要有 我們就用過去式相反假設語氣 所以這邊用的是過去完成式 it should have elevated 那elevate就是把它提升 所以這邊用這個詞還不錯 my sensitivity就是我的敏感度 even more 那based on my words I failed in that regard 所以 那 立即於我先前的這些言論 也就是批評他的言論 我在那一方面呢 是真的失敗了 ok and it's on me 所以 什麼什麼是on me呢 我這邊就直接講了 so the mistake is on me it is on me 也就是這個錯 是我來當 所以這個it就是 the mistake 所以要是你今天在跟人家認錯的時候 你就說 ok guys it's on me I'm sorry I apologize it's on me 這是我的錯 ok so it's on me and me alone 以及就是只有我 所以強調一下 我要負全部的責任 我認為這樣還算是不錯啦 so 然後他接下來 他開始 再補充一下下說 另外的部分的話 內容的部分來看一下 so otani is one of the brightest stars in all of sports 所以他是一個 不管你看什麼運動 所有的運動裡 他就是最亮的一顆心之一 one of the brightest stars he's making a difference 什麼叫make a difference啊 就是 每個人都想要在世界上創造出這麼一點點 difference ok 就這個世界是這樣運行的 可是我們想要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什麼不同的東西來改變這個世界 so he's making a difference so as it pertains to inclusiveness and leadership 所以他所做的這個改變世界的部分就是 有關於inclusiveness 就是include就是包含 所以inclusiveness 或許你可以把它翻譯成包容 那這裡用tolerance之類的詞也是不錯的 這個字我們稍微把它打出來一下下好了 so inclusiveness 或者我們講tolerance這個字也有重疊的一點概念 懂之就是包容 and leadership以及領導力 I should have embraced that in my comments 所以他應該要在這個 他應該要在他的這個 他的發言中 特別強調這一部分 特別擁抱這一部分 就是他的特別處 而他沒有 他只是說他是number one face ok so他應該要有 可是卻沒有 所以又來了又用了一次 那個跟過去事相關的假設語氣 I should have embraced 那embrace是擁抱這個事情 所以這也是不錯的一種 好言論上很好用的一個詞 那但取而代之的是 instead I screwed up so I screwed up 也就是我搞砸了 所以很不錯 他就承認了這件事情 那很好 so in this day and age 在今時今日 with all the violence being perpetrated against the Asian community my comments a bit unintentional were clearly insensitive and regrettable 所以再道歉了一次 但剛剛這個句子我認為寫得非常好 所以 in this day and age 學起來 這句叫做 在今時今日 in this day and age 豆點 在接下去你的句子 ok 在今時今日 這個片語不要動他 這個day不要複數 或者 不要亂加的 in this day and the age 之類 亂七八糟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很多同學都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話蛇天竹 那把一些固定的片語 做一些沒有必要的 加了一個那個 講 減了一個什麼之類 那都不對 so in this day and age 所以在有這麼多的暴力 那這些暴力 都對著亞洲的社群來 的這個當下 因為他也知道 我們現在有這個 you know Asian hate right 仇視亞洲人 so with all the violence being perpetrated 這個 perpetrate的意思就是犯罪的那個犯的概念 所以 perpetrator就是罪犯 簡單的說 ok so all the violence being perpetrated against the Asian community 那所以我的 comment 在這個時候出現 就是非常的不敏感 以及是值得後悔的 so my comments were clearly insensitive and regrettable 那中間還加了一個 就是 雖然說是 沒有 沒有 並不是故意的 so my comments albeit unintentional 這個albeit的意思就是 它跟雖然是 類似的一樣 概念 跟 although 是差不多的 這樣子 ok 好所以 這裡可以 我們把它這一段看完好 就是把它的道歉看完 ok 好 所以 還有幾句 so there is simply no other way to put it 什麼叫no other way to put it 就是沒有其他的 方式可以來更清楚的傳達我的道歉 ok 所以 或者是任何其他方式來辯解了 so there is no simply no other way to put it 所以沒有好辯解的部分 I am sincerely sorry for any angst I've caused with my comments on first take this morning 所以這裡這個angst也就是那種 不開心的情緒 所以他對這個任何不開心的情緒 他所造成的不開心的情緒 他所造成的不開心的情緒 就用他的comments with my comments 那on first take the first take就是他秀的名字 again I'm sorry and I'll happily reiterate these words more extensively tomorrow morning as well 所以他會非常高興的 在reiterate剛剛講的這些話 就是卡卡卡的道歉的言論 所以reiterate就是再說一次 ok 所以這個字也很不錯 你知道像是反正這個 literate 或者literature之類的 就是文學啊或什麼這些人 所以他只是把l去掉 然後用了後面這個iterate 所以reiterate這樣子 ok 所以他會再重新 再說一次這些話 more extensively 就是說得再更多一點點 因為他剛剛這邊這樣一路唸下來 也不過可能一分鐘而已嘛 所以他可能會再多一些強調 所以不要亂嘴亞洲人 ok 當全世界都在挺這個 No.1 phase in the sports的時候 不管你是多厲害的commentator 那 像以前的姚明也是一樣 他剛進NB的時候 喔 多少人嘴他啊拜託 Barkley Shaquille O'Neal 他說 you want some of the Shaq food ok 就很非常的這個 不客氣 結果可是姚明在第一次跟 Shaquille O'Neal對上的時候 就蓋了他兩個火鍋 多爽啊 那個時候我真的也是幾乎要 內牛滿面在螢幕面前 我真的覺得 好棒喔 替我們亞洲人真的口氣 那 不過這一切等到你功成名就 並且退休的時候 可能也都可以放得下 所以像是他跟Shaquille 也已經變成很好的朋友了這樣子 So yeah Glad to see that 但 but again 或許我要問問自己也是 如果今天姚明沒有成功的話 他還會有這樣的尊重嗎 I don't know 美國是一個很講實力的地方 要是你沒有實力 得不到尊重 就是剛好而已 或許全世界都是一樣 但我認為美國是一個 特別這樣子的地方 OK 我們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